最新消息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在昨天举行 总11次有465席 公民党拿下32席 执政联盟一共获得了293席 并且选前305席有小幅的减少12席 这一次选举是日本爆发疫情之后 第一次举办众议院的选举 而议题主要在防疫经济还有外交政策 执政联盟他们保住了绝对安定多数的执政优势 可以独占众议院17个常设委员会的席次 那这有利于安田政府推动相关议案